真的是太過分了 我不知道 我們的 講到傷心處 鄭信中為母親難過的說不出話來 捧著兒子的遺像 他無法想像 善良又陽光的他 為什麼會在軍中被淋略霸凌 剛初邱國政邱部長 給我的承諾 他說他會給我個真相 他會請 他有用一個專案小組 他會查明真相 會還給我一個公道 但是到現在 無聲無喜 也沒有 也沒有個著落 那也是都是我們家屬自己這樣子 去找 去找我兒子的生前的 一些那個證據 把他還原出來 我一個這麼好 這麼乖巧 這麼孝順的兒子 這麼陽光的兒子 這麼善良 為什麼 他這麼愛我們的國家 家屬也從正姓中衛的遺物中發現一封悔過信 強調這是逼正姓中衛走向絕入的關鍵 他已經明顯是違反的就是他出自於當事人正牌的意願而強迫寫下 後來之後也是才在那個法際調查會當中發現到說 9月1號晚上當天正牌長就因為這個事情 他去中山市藏了 制憶的繩子 放在中山市當中 9月4號的那一天他就去拿這個繩子而制憶 因為這已經是對他 就是違背良心原則已經這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羞辱 裴隆家屬召開記者會的立法人徐曉青表示 正姓中衛在軍中的一星守護系統量表 誤談結果沒有異狀 但是外部專業人員越見後卻認為他符合高自殺風險 兩者的落差就是國軍心腹存在的問題 有誤談過 然後認為他甚至他寫說 證人了解自身能力尚需下強 身心無任何異狀 但是同樣的資料給了民間的心理師去檢視的時候 卻很清楚他是屬於智商的高風險族群 這兩者之間為什麼會產生落差 當然就是我們在國軍的整體的心腹上面 我相信很多人在努力 但是顯然做得不夠好 立法人可責恩則強力要求軍方 應該聘用外部專業委員才有辦法進行檢視 給當事人提供協助 未來如何避免這樣的狀況之下 除了軍中的心腹官需要好好地做一些的培訓之外 另外我還是強烈要求 應該有外部的資商的系統 遇到這種狀況時有外部的資商系統 來做一個專業的評斷 因為還可以跳脫既有的系統之下面 給予他們一個最專業的一個評估 否則我只問了一句話 如果都是屬於內部系統 我發現他有這樣一個情況 我要不要上報給長官 長官知道之後 請問他會對我們下屬做哪一些的事情 如果你不是透過外部 許小新建議應該比照學生輔導法 降低心腹官照顧比例 如果我們以教育部學生輔導法的規定 是1比1200 但是今年也要提高到1比900了 那顯然我們軍隊裡面的管理的壓力跟難度 然後他們是更高於學校的 但是他們現在的比例來說是更低於學校的 所以這點上面來講的話 他在很多心腹工作上面 即便這155人非常的盡力跟非常的努力 他也不見得能夠完成這個任務 再來就是說 你要碰到這些專業的心腹人員 是要到旅期 或是在新訓營集裡面的這個中心 他才會有 所以平常時你在工作的場域裡面 你所謂的輔導長 他只是很多都只是軍人身份而已 他並不具有這一些相關的證照跟資格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落差 他在誤談的時候都沒有問題 可是其實這樣的症狀 只要你有專業的心腹師 心資師 你看了之後就知道說他是屬於高風險的 那你屬於高風險 你就要啟動高風險後續的措施 柯智恩也呼籲國防部 應該提供家屬至少18個小時的心理輔導 避免形成一輩子的創傷 徐智恩則表示 會持續協助家屬與國防部對話 要求對此事提出更完整的說明及報告 徐智恩強調 每一位智商軍人背後都有一個家庭 國防部因謹慎對待家屬查明真相 如果有任何人要負責就要負責 該檢討的就要檢討 如此才能維繫軍裝好的文化 也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 記者張祺燈 台北報導 離開的時間是9月5日